今天主要讲一下这个竹竹和钻耳刀 还有巡转一起的配置的用法 正常的话我们一台新机器 这个系统里面可能没有参数 是不需要进行把它投取的 需要参数在这边进行修改 这是IO 这个是加工的一个参数 这个在这里 如果参数 如果你拿到的系统 比如你是个用户 参数都已经设置过了 那你需要在参数上面点办法读取就可以 用密码1992 这样会从控制卡里面读出来 上一次成功的正确的参数 然后就确定 它根本没有参数 所以它被移过来就关掉了 一定要注意先设置参数 然后再去移动游戏 移动游戏呢 这个是手动的LFYC 还有C组就是正硬刀的一个手动的移动 这里是XY清零 魏州清零 这是一些按钮区 如果你的脉冲都参数正确的话 提起移动的方向大概试一下正确 可以先点回0 回0就是四个轴 回到它的机器人点处 这里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C组的胀刀 回0成功以后 它的坐标 机翼的标是0 C组也是0 但是这个系统对这个刀的刃 就是切割刃口 朝向是有要求的 需要朝X加方向 也就是说面对的机器的E 朝右X加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 现在正常切割 如果朝的方向不对 需要改这个这个刃组 C组的回退距离 通过回退距离 让这个C组能保证 跟C加方向是一致的 回凌完成以后 如果你想雕刻的话 只想雕刻一个东西 可以直接点程序 加点文件 只便搞一个推导 好 好 这个就不往来看了 这是雕刻机的图导进来以后 直接点开始就可以 需要先清零 主流的清零 就是说跟咱加快机一样 然后就在这 移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就在这个位置 当然如果要正刀怎么用呢 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 首先打开系统支持图片 这几种格式 比如说我们一个图片 图片呢 它这里没有东西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在图程序之前 需要先点开这个文件程序 因为我这个图形是有内轮廓的 有外轮廓的 所以要选成保留内轮廓 如果你需要让CCD效用的话 那这个地方要把它勾 不用的话 这个自动外扩也是的 需要自动补偿的话就搭钩 这三个地方是需要改变的 其他地方不变的 这个地方有个抬刀高度 把这种刀抬到高度 一个底流 一个这种刀 然后我们再找一次图片 这一次是保留内轮廓的 保留内轮廓的话 就是说 你如果你的文件有个大外框 不保留内轮廓的话 实际上就是刚才那个样子 这个大外轮廓看到了吧 因为有这个大外框 是有保留内轮廓 那里边的所有东西全有形成 看起来有点乱 我们可能只想切这几个条 都在轮廓 这个就是在设计这个图纸的时候 尽量设计的好用力 就不要有这种外框 就好了 这个外框都不需要有 我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要加工这个核子 有在轮廓 我需要给它点个颜色 绿色 白色都成是默认不切割的 这个在这个 这个里面参数里可以看得到 文件参数里面 文件打开默认图层 白色 白色就不切割了 你也可以选择绿色 如果你等哪呢 你等哪板切的话 你打开以后就绿的 就不用再去单独标记这个颜色了 我只是标记了一个颜色做个颜色 我们想切这个颜色 用重要东西加工的 我们设计呢 改完颜色以后 图层 图层里面现在没有白色 这个只有绿色 这个T1呢 就是用主轴 用主轴架功能 我绿的在轮圈 需要设计 这几个颜色 下面呢 不要管 这个是否打孔 就是说那个MAC点 是否把它打个孔 这个是速度 如果有 然后确定 确定以后呢 用主轴 删入 删入 这四个实际上就是MAC点 嗯 这四个实际上就是MAC点 嗯 这四个 只留一个 只留一个 要方便点细 好 标记MAC点 这个是MAC点 先点这个标记点 标记好了 成省色 然后点这个全部标记 一二三次就出来了 当标记出来以后 顺便标记成功了 然后我们刚才选的这个图层是主轴加工嘛 对不对 T就是主轴到月 这样的话就可以点这个生存加转 点一下就可以 没有任何局势的 然后你看这个程序里边 它就有有这个CAD加工的程序了 你可以听一下 然后怎么加工呢 我们打开相机 然后把这里可能没有任何相机 正常加工的时候 需要打开相机 打开相机 然后移动XY轴 将相机移动到第一个MAC点 这个点上发 不需要相机的这个实架 把那个点对左 只要这个相机能看到那个黑的就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载度坐标 比如说一个相机巡边的一个70点的一个很齿的功能 然后打开相机 相机看到一个MAC点以后 可以直接点开始 又会巡逻达光了 这个就是主轴轴边的一个用法 从里呢 如果你想用撞刀甲弄这个 那你嘴这地方 不要把它换成T2 这个地方厚度什么的都按实际的事 这个高级角度呢 我们有的是16G 有26G 根据这个实际的刀片的角度来设定 这个过签模式是这样的 所以说 如果你有小角度尖角比较多的情况下 需要打开的 如果没有那么多尖角度 不需要打开 这个延长的话 一般情况是用不到了 我先不讲 这个下边的就用不达到 这个 然后就直接确定 来 同里 这个MAC点也标记好了 然后剩下的 再看程序 它就是一个正好高位的可能就出来了 然后呢 同样需要巡逻达光的话 点识别 打开相机 相机我打开就看到了 也是可以点啊 回到的识别其实点 相机会自动回到第一个MAC点 然后接着点开始 机器就可以加工了 这一次是用正道刀加工的 基本上就是说正道刀的用法 主流的一体一个用法 其他的细节功能呢 超量的 比如说这个视角里边 有个焦点 有个那个倒焦点高度 点这个倒焦点高度 可能我们有些用户也不能用到 因为这两个地方是设计的 然后我可以载入一下这个作标 比如说这种有位置电话 我点到电脑高度 我点到电脑高度 比如说这种有位置电话 把相机会自动落下来 到这些我们设计这个处置上 刚才讲的是一个加工的一个用法 这个地方是怎么用的 可能我们有些用户也不能用到 因为这两个地方 是设计主轴和相机的偏移 这种刀和相机的偏移 的位置 比如说你切出来的东西 什么切出来的东西不准 那么可能是偏移量值的问题 我们需要点这个主轴实时测试 主轴实时测试是用来测试主轴和相机的偏移 点主轴实时测试之前 之前需要对XYZ清零 例如对到材料表面 XY选择一个点清零 然后再去点主轴实时测试 这个时候它会在原地 画一个小的30毫米的实际价 放完实际价以后 放完实际价 然后移动这个XY 让这个相机里面的实际价 跟我们加工出来的实际价 对准 对准以后点计算偏移量 这样的话主轴和相机的偏移 是偏移量的 振动刀也是同样的 振动刀是同样的 提防转达 然后XY找个点 振动去到材料表面 是吧 材料表面 然后清延 然后点振动刀实际 振动刀实际 振动刀会做一个实际的 30毫米的一个价格 然后做完以后 再去点这个 这个 如果发现这个 虚面的这个切开的进度不点 首先要考虑这个地方 这里面有个相机设置 这个地方主要是进行一个MAC点的一个选择 默认都是原型 原型的是最准 十字又十字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这个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有的相机的状况以后 可能它那个图像 它们图像和我们实际放材料的图像是反应的 那是旋转一下相机的方向 这个地方 这个0.8或最好 把它选择成正确的就可以了 这个基本上就整个正好多的应用 当然我们这个软件 也可以在上面绘制一些 比如说 可以画个原图 然后通过这个说法 点一下它的尺寸 这个地方可以打开 整完尺寸以后 然后呢 这种画的可能是不能用图像的 可以在这里 把这个试图使用基础整完整 然后把它改成颜色 绿色 把它用T2加工 可以试机很方便 然后点生存加载 记住啊每一次编辑好文件 想要加工之前 一定要点生存加载 整个点才能加载 这个程序里面记住的路径 比如上一次的路径 这个很多用户可以做出来 这里面可以画一些分析 和文具 这里面是一些常用的工具 一般也用不到 下面都有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运载M代码 内容可以清晰的快速 这个是个自动设置IP 我还没有讲 可能放到最后了 不大合选 所以说 新的电脑需要连IT 都需要去记忆这个类型 需要点自动设计 然后读取出来这个 软件会提起来电脑的一个 本地链接的一个端口进去 这里是2 我们去2 确定 选择链接 然后就会显示这个设备链接 它能转开 这个开关按钮设置也非常方便 这些机器 就是你没有这个吹气 没有这个征服梦 有多生效都没有 就把它关在这儿 所以基本就变得了 这是修改速度 所以就不多讲 那么用不大不常用的工具 嗯 嗯 这个足夺链接 要到的就讲那么多 有问题我们再多听